比如说你今天这边列出来 其实都是我们建议比较偏植物性铁 然后是属于铁含量比较高的食材 而且是大家一般人比较想不到的 比如说像黄帝豆 如果你吃半碗的话 你这一餐吃半碗的话 你就达到你今天铁的需要量的61% 比如说我在喝一个一汤 吃一汤匙的黑糖 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说黑糖补铁嘛 那你这样加起来就100了 就是32.8嘛 那其实这样加起来 就是达到我们建议量100 所以其实你不用去介意 你这个食物里面铁多少 因为你记的话 你搞不清楚你自己要补多少 你只要把这个选择 就是把它选择一下 然后让它补起来是100分 这样就可以了 哦那你看嘛 红线菜确实它很高耶 红线菜80啊 你看它吃半碗半碗大概100克 就是大概我们一般的饭碗半碗的话 其实它就达到80% 但是这些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这是植物性的铁对不对 对对对 刚刚其实主任有提到说 吸收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吸收率提高的话 其实你吃这些食物之后 你在餐后我们建议 就是你可以立刻 吃维生素C高的水果 哦就是你吃铁是C是帮它加成作用 吸收率把它提高这样子 对比如说你可以吃一点奇异果啦 然后或者是芭樂啦 小番茄啦草莓啦这些 那我觉得这个不错 还有就是说植物性里面水果里面啊 其实同时具备有维生素C跟铁高的水果 是什么 其实像那个草莓 草莓就同时具备维生素C跟铁高 哦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